以此类推 接下来 手背花样部分 只要重复这一到十圈的规律 大家也可以对照图纸进行编织 也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律编织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再次强调 在编织交叉针的时候 麻花针一定不要犯错了 我就不再往下继续演示了 知道一定的长度后 需要先预留出大拇指 我们的图纸中有对应的长度作为参考 大家也可以编织编试戴一下 差不多到手背虎口上面一点位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演示一下预留拇指的方法 这款手套是区分左右手的 但是预留方法相似 只是预留帧数起始位置 略有不同 这里我仍然用小样进行演示 小样上的手心手背帧数 分配仍然要按照前面的分配方式 手背放在一根针上 手心大概的分在两根针上 大拇指在手心和手背位置 各预留出8针 一共16针 具体的预留帧数以及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图纸 编织 编织右手的时候 首先将织片 手背面向自己 编织的这根线 在右侧 从手背开始调左侧最后8针 然后从手心调右侧前8针 这是一个左手部分的小样 编织左手的时候 将织片手心面向自己 编织的这根线仍然在右侧 从手心开始调左侧的8针 然后调手背右侧的8针 下面我都以右手为例进行讲解 取一段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 穿上粉衣针 为了方便演示 线头我取的长度较长 将预留的帧数用线头穿一下 大家也可以将线圈扣在记号扣上 调针的时候顺着半针的方向调 这里我先调手心的线圈 1 2 3 4 5 6 7 8 将线头拉出 调好后 线头的另一端穿过粉衣针 调手背的线圈 1 2 3 4 5 6 7 8 最后打一个活节 这样大五指位置的线圈就预留好了 大家在编织左手的时候 按照同样方法预留出线圈 到这里 手掌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手掌第二部分的编织 来看图解 这一部分在第一圈要进行加针 用到的加针方法为 卷针加针 仍然分为手背和手心两个面 在手心编织下针 手背编织花样 因为第一部分预留出大拇指 站了下方一个花样位置 所以这一个部分 大拇指位置的花样 不再编织花样 下面请看我演示 手掌第一部分完成后 不断线 接着编织第二部分 开始第一圈 按照图纸 这一圈不编织交叉针 所以先一针对一针编织 一直织完预留线圈前的帧数 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大家在第一部分调整过圈数 则花样部分与图纸上会有所不同 无论第一部分增减多少圈 这一圈剩余的两个花样位置 只要按照之前的编织规律 编织相应针法 其余一对应编织针法即可 具体规律参考第一部分 花样的编织 剩下最后一针为花样部分的下针之下针 现在已经织完了预留位置前的帧数 下面开始加针 用到卷针加针 在这里穿入记号扣标记 接号扣直接穿过右半针 然后将右手的食指放在线的上方 顺时针绕一圈 将这个线圈套在右半针上 稍微拉紧 这个就是卷针加针 现在已经加了一针 这里总共需要加六针 我再演示一遍 右手的食指放在线的上方 顺时针绕一圈 套在右半针上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加好针后 继续编织其余半针上的针数 也就是手心的针数 交接处的第一针要拉紧 一一对应编织往这一圈 交接处的第一针要拉紧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编织第二圈 这一圈仍然按照图纸编织对应针法 先编织完加针前的针数 也就是记号扣前的针数 现在已经支完了记号扣前的针数 到了加针位置 这六针之下针 因为这里用的是卷针加针的方法 线圈之间会稍微有一点空气 知道后面就不怎么明显了 织完这六针后 需要重新分配一下手心和手背的针数 在第一部分 预留拇指的时候 从手心手背分别减了八针 所以加针的这六针 平均分配到手心和手背 各三针 将最后三针 转移到当前需要编织的这根针上 从左往右挑针 一 二 三 挑完针后 继续编织完剩下的针数 并且替换掉这一根半针 现在已经织完了第二圈 并且重新分配好了手心和手背的针数 和第一部分一样 手背仍然比手心多两针 手背为32针 手心为30针 大家可以核对以下针数 第二部分的编织规律是 在花样位置 按照第一部分的循环规律编织花样 在上针位置编织上针 下针位置编织下针 有一点要注意 预留大拇指这一侧的手背部分 不再是织一针下针连接 而是四针下针 也就是编织完这两针 上针过度针后 全部织下针 大家不要织错了 按照这样的规律 织到我们图纸中对应的圈数 也可以编织编织带 编织到手掌和手指交接处的长度即可 到这里 手掌部分的演示就完成了 完成手掌部分后 不断线接着编织五指部分 因为手掌部分完成后 编织的这根线正好在小拇指这一侧 左手的也一样 所以直接编织小拇指部分 来看图解 小拇指分别从手背和手心位置 挑七针 然后卷针加针 绕圈编织大平针花样 分成两段 第一段为不加不减区域 第二段为减针区域 只有两圈 图纸中人字形表示的是 左上两针并一针的减针方法 全部织完后 用扭收针的方法收针 下面请先看我演示第一段 在编织之前 首先找到小拇指对应的帧数 然后将其余手指的帧数预留到线圈上 先按照手掌编织的方向 按照手掌编织的方向 数七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同样扣上记号扣 做好标记 这两份的七针分别是 手心和手背的帧数 下面取出两段约二十厘米左右的线头 分别把手心和手背其余的帧数 转移到线头上 预留起来 先转移手心的线圈 粉一针顺着半针的方向 一直挑完记号扣前的线圈 还有线圈 做好不容易 装在线圈上 入线圈 切成的线圈 连在线圈上 放入线圈 然后切成线圈 然后切成线圈 切成线圈 您做好 按照的线圈 您做好 切成线圈 将手背部分的线圈转移好 仍然预留出记号扣前的线圈 如果大家在转移线圈的时候 用左手从左往右挑针不方便 可以翻过来 用右手从右往右 纸的十四针了 为了方便后面编织 在编织的这根线对应的线圈上 扣一个记号扣 织完记号扣 锁在半针上的线圈表示一整圈的结束 另外一根半针上的线圈分配到两根针上 接下来编织第一圈 顺着编织的方向 无论在上针纹理还是下针纹理都编织下针 第一针对应的是下针纹理 织下针 然后是上针纹理 织下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织完这两根半针上的线圈 现在已经织完了其中的七针 接着卷针加两针 一针 拉紧 两针 卷针加针一定要稍微拉得紧一些 最后绕圈编织完最后一根半针上的线圈 交接处拉紧一些 现在已经织完了记号扣的这一针 也就是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织第二圈 这一圈一针对应一针 编织下针完成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 后面几圈按照第二圈的编织方法 全部织下针 一直织到图纸中对应的圈数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尺寸进行调整 到这里 第一段的演示就完成了 第一段完成后不断线 接着编织第二段 接着编织第二段 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 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第一段的小样 正面看全部是大平针花样 因为只是演示编织方法 所以长度比较短 开始第一圈 这一圈要减针 对照图纸 先织两针下针 一 二 然后减针 图纸周围 左上两针并一针的减针方法 从上往下 同时穿入 左半针的两针 在里面织一针下针 然后同时松开两个线圈 这样就剪掉了一针 继续往下织两针下针 一针 两针 然后剪一针 同时穿入两个线圈 绕线 同时挑出两个线圈 最后松开这两个线圈 剪针完成 这一圈编织规律是 间隔两针 剪一次针 后面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倒入三针 一边 被针 压缘 纸 颈 所以呢 翼 看起来 那个 里面 掌握 掌握 这个就是剪针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织第二圈 这一圈不加不剪织下针完成即可 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